江湖上有一个传言啊 叫做梦幻西游没有第一啊 但是今天啊第一来了 在梦幻西游的 无级别的香链领域呢 我们见过最强的241啊 我们知道以前的龙大奶 以前的王蟹 以前的雾开 以前的夜开啊 就是有很多无级别香链 但是其中最高的呢 就241 然后还有239 以及24啊 在过去以往我的认知里 那些一百 一百三 一百 一百 一百四 一百五的无级别高龄香链里呢啊 最高的应该就是239 240和241了 应该没有更高啊 但是这次 记录啊 真的要被打破了 这个香链的灵力呢 是238 其实你已经不用管他专用不专用了 因为他无论是专用还是不专用 他都是不减灵力 你现在是大唐官府专用 但是你现在转换一个神木林 这个香链瞬间就戴在神木林上 有很多人说哎呀 这大唐官府专用 那他拉了 神木林戴不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门派是最早期用来限制战神的 是限制爆属性以后转换门派的 但是他这个属性呢 相对无级别是高龄 相对于常规的装备呢 他灵力也不是很高啊 无级别里的确实第一了 他的极限灵力是252 减缺238 再除以个1.5 最极限农炼是9.3加238 也就是247 超过原有241 正好是一段啊 他打成17段等于别人打18段 他打上18段等于别人打19段啊 这个就是无级别的天花板 160没有无级别 在有无级别的情况下 最高灵力是252啊 距离最极限最极限 也就差那么5点了啊 非常的牛逼啊 咱们看下这号的底子 109的大同官府啊 修炼三修17啊 宠修现在是多少不用管 以后肯定是全满 辅助技能以后就是一个啊 强壮32 神速32 逃离追捕养生健身打造啊 全都满 祥瑞有一个开明天措 有人说就一个项链 就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卖了 他能买一身无级别 你们信不信 就现在虽然只有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一卖了 你玩175 你就去打群熊 你玩109 全身买个130的 全都780 没问题啊 780 这项链太牛逼了啊 这项链多少钱 你就这么说吧 要是非专用的话跟千伤无级别枪 如果是非专用的话啊 跟千伤无级别枪 可能是 都比较接近了 但是他是专用的话就不好说啊 转门派是都能转的 灵力也是不减的 这是哪天出的 这是昨天出的啊 除夕出的 老板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上个无级别是什么 什么样是什么啊 破雪狂工家永不磨损 你是不是网易工作人员利用同事休息时间开发了一个bug 就这么说吧 我现在怀疑你是程序员 一个号宠修没有满啊 降亮降水锦衣装备看起来都是嘻嘻哈哈 糊糊彤彤啊 保一个宝宝他妈的还是6技能进阶1.192成长 结果破雪狂工160永不磨损武器还高伤害 无级别专用项链 我打开你的网易宝啊 实名认证能看到你的名字啊 应该姓丁 丁苗 你们丁是家族是葫芦娃啊 土的叫磊 水的叫苗 火的叫盐 金的叫新 木的叫森啊 说吧你是几娃 永不磨损加修六魁蕾腰 敏捷还加27 放下独刀敏磨双加 你说你就整个让人歇恨的双加啊 永不磨损 哥你是啥都鉴定啊 三张汉也出过 三速度也出过 出过了一个120无级别磨棒啊 19500 比国标的话命中没少报啊 还担家奈 然后呢 根据 我对上一次无级别项链的价格的了解呢 应该是两年前了 当时呢 是王谢买叶开的项链 六十九一叶开 叶开那项链应该200多卖的 两百几我忘了 反正他们就200多 当时我惊呆了 因为我上一次看到那种项链的数是50万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50万 再看的时候是200万啊 后来我就不看了 我觉得都是天文数字 就好像天上的月亮我也摘不到 跟我没关系